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子蹦 每首歌 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 那些音樂人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Walker Rock的鼓手 Tomoya 1987年留有17日 在日本兵庫縣 Kanki Tomoya 出生了 Tomoya 上面有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哥哥 因為哥哥的緣故 所以開始接觸音樂 國中的時候加入了學校來交響樂隊 在隊上是擔任打擊樂器的部分 不過一開始加入可不是直接接下鼓的位置 而是從木琴、鈴鼓開始練習 為了訓練自己的節奏感 Tomoya 每天帶著節拍器練習 並接觸其他種類的打擊樂器 其他人會覺得厭倦的節拍器練習 Tomoya 則是樂在其中 並在短短的時間內 將對上所有的打擊樂器都熟練了 之後以優異的成績上了先離高中 並開始跟朋友組樂團 每天都很認真在練團 他自己也說了 進高中開始時成績是前五名 要畢業的時候是倒數五名 也因為這樣 讓他開始思考大學路要怎麼走 未來是否要靠著音樂讓自己活下去 之後他選擇了位於東京的ESP音樂專門學校 並在高中畢業後來到了東京 在ESP學員 Tomoya也有持續玩團 不過他的樂團卻不太順遂 也因為ESP的學費以及東京的生活費太高 讓Tomoya的東京生活變得更加的艱辛 直到2007年 他的一位好朋友兼ESP的老師問他 他在Live上有看到一個樂團不錯 最近他們的鼓手剛退團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沒錯 那個團正是Walk Rock 2006年 原本的鼓手Yu 因為個人緣故而離開樂團 於是Tomoya跟他們約在新宿車站碰面 到了約定當天 Taka他們等了15分鐘左右都沒看到人 之後看到一個穿著全身綠色 頭戴漁夫帽 一臉看起來就是迷路的樣子的人朝他們走來 Taka他們認為鼓打得好不好是其次 主要是給人的感覺如何 當下他們就覺得鼓手就是他了 給人一種好相處的感覺 到了附近的餐廳討論樂團的事情 Tomoya的重點卻放在飲料上 因為光飲料的價錢他就覺得很貴了 所以他開口就先問 我可以喝水就好了嗎? Taka二話不說就幫Tomoya點的牛排請他吃 也因為吃了Taka型的牛排 被請到Taka的家裡打鼓給他們看 並問他說 你要加入我們吧? 可以喔! 以半強迫的方式將Tomoya拉入團內 雖然感到很困擾 但還是乖乖聽著Taka的話加入了One Ok Rock One Ok Rock通常作詞作曲都是由Taka及團長托魯負責 有幾首則是由Tomoya跟六塔萊 2011年 收入在專輯《Zangio Reference》當中的 世間知らずの宇宙飛行士 2013年收入在專輯 近世各級的補充 Deeper Deeper 而在樂團當中 由於全員只有Tomoya收購專業的音樂學校訓練 所以常常被稱作 天才鼓手 但是 Tomoya從國中開始每天在節拍器練習節奏感 幫他未來的鼓手錄打好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天才是經過一分的天分 再加上99分的努力才造就而成的 通常在樂團表演中 鼓手的位置是最不易被看到的 但是在樂曲當中卻是最鮮豔的 整體節奏也是由鼓手帶著 相較於其他團員的過去 Tomoya看起來是成長的過程中 都與鼓脫不了關係 Walk Rock的一首歌 《君にしたいでした》 當中有一句歌詞到 過去的自己是現在的一種角色 自己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管你現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一定在你的未來會起到作用 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朝著目標前進 只要堅持住 就能成功 Tomoya走為Walk Rock的鼓手 未來一定會在樂樂上 有更大的苦惑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喜歡並訂閱唷 如果可以就分享出去 你有想知道音樂人故事嗎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凱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7 by bwd6 我們下支影片